只要你一个月内把我儿子劝下山 这一年的商务包就是你的了 以后公司就交给大家了 裴董 那我们怎么办吧 我必须要搞定这个邵东家 让他回归红尘 没水没电 过去缩衣不鞋 没牛灯 真是安普贵真第一人 我出来录音刚好就在你家门口 我们俩是不是有缘分 缘分也分善缘和念缘 你住在这山里多不方便 你万一平时生了病 你送去医院全都凉头了 生死有命不归在天 这次换得到我试试 你带不上来 我可就花朋友圈了 你穿衣服了 别人都说我的腿型挺好的 都是一层皮一块肉 有没有生涼 别人也说我胸肌练得挺好的 朋友呢 是相互帮助的关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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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盯着我看 你就不怕我对你也不鬼 他希望没给你的 苏世语员 你考虑一下要不要接受我 那你好不发力了 那就听到了一批吧 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刚跳不跳就挺好 可爱你啊 今天忙活这一厨是为什么呀 帮你解决和村民之间的矛盾 我才刚来能有什么矛盾 你知不知道人之所以是群居动啊 就是因为有想要表达和交流情感的需求啊 但有时候人呢 他一个人生活久了 就容易和现实脱轨 就容易虚无主意 他容易活在自己 用思维构建的世界里面 自娱自乐 你喝多了 道理也挺多的呀 你这么盯着我看 你就不怕我对你有不轨之心 在我这儿 你会前掠击极穷吗 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赢男儿胜 我一定会把我选择 你那么快 你很厉害 我你们现在知道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告诉你 你就是那种 上街一拉一大把的普通男人 你的修行注定是失败的 不信我们打个赌啊 赌什么 赌你就是个俗人 赌你会对我动心 你房间没法睡 今天就先睡这儿吧 我 我帮你啊 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啊 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啊 嗯 我想说 还是我先说吧 你想不想要记住这个下雨天 有些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 你还没有建议 我还没有建议 我去看书 凤霞嫂 小舅妈 小舅妈 小舅 又来了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太少聊天了 正好 给你们带的数学辅导 凑合牛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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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舅呢 小苏 你可算回来了 凌薇那边出了点状况 以后她的事 不用跟我说了 跟我没关系 不管闹得什么别扭 都先停一停 凌薇的茶棚被掀了 刚一进去的茶苗全死了 什么 师傅 等一下的工作时间 已经要查好了 苏月 这些东西 你帮我发一下啊 你这样会感冒的啊 你这样会感冒的啊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蛋糕好像烤好了 我们出来看看吧 哇 看来好成功 上面呢 我撒了点蔬菜粉 如果你喜欢吃糖的话 用糖粉也可以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直播再见啦 拜拜